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显然能源是一个地球存续的重大议题 那以一个化学家的身份 当然会关心这个 因为所有的能源 其实大部分都是储藏在化学能里面 除了太阳能以外 所以我主要的是要谈能源的问题 但是这个题目叫做石油用完了怎么办 所以我会谈到石油的功能 一般人会误以为石油 石油就是做汽油做柴油嘛 其实错了 石油是我们所有的化学化工产业的源头 我们吃的药 穿的衣服 染料 各种东西都是从石油来的 它是一个物资的来源 不只是能源的来源 所以会谈两件事情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从物质的来源来考虑这件事情 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谈能源的时候 除了谈石油以外 石油用完了怎么办 我们谈能源嘛 那就会谈到核能 太阳能 这是最重要的两个 那当然是风力 潮汐 海洋能 地热 都会略为涉及一点点 那我们会谈说石油用完了 人应该要怎么存续下去 就会谈这样一些事情 也会谈到一些电池 所以老师会提出一些算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万一石油用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吗 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几个答案出来吗 还是 答案我想目前应该没有人敢提出答案 就是下一代的能源是什么 要看竞争 也就是说哪一种材料的发展 让它的价钱可以下降到 大家可以接受 所以我不敢说我能够提出答案 我只是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有个人的看法 最终地球的能源一定是太阳能 那第二个就是太阳能要能够充分的利用 所以化学家必须要发展电池 来储存这些能量